洛杉矶加州大学上星期公布了一项 针对非法移民大学生所做的研究报告 题目是在象牙塔的阴影下 无证学生和地变中的移民改革 盖校教育和信息研究的研究生院院长 马赛洛·苏亚雷斯·奥罗斯科 也是报告的主要调查员之一 他指出 他说在非常难调查的无证学生群体 我们能找到900多人 一个在统计上有意义的样本 已经是学术上的显著成就 这909个学生来自55个国家 他们进入美国的平均年龄只有6岁 61%的平均家庭年收入不到3万美元 苏亚雷斯·奥罗斯科说 这些年轻人面临超过寻常程度的压力和焦虑 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谭肖恩是菲律宾移民 跟父母来美国旅游 转换身份失败 而成为无证的非法移民 谭肖恩表示 他说 当初我被伯克利加州大学录取 但因为身份问题 无法申请联邦补助 对我上学造成很大的障碍 这还不是他面临的唯一压力 谭肖恩表示 他说 还要面对遭到递解出境的恐惧 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被突然检查 或者在街上被带走 报告发现 美国政府从2012年实施 暂缓遣返幼年时期 非法入境学生的政策 减轻了这些大学生 在精神 工作 交通和住房等方面的压力 66%的受访者 申请这个政策的保护 报告建议 美国大学主动帮助这些学生 提供移民问题的咨询 提供更多的奖助学金 政府应该重新检讨 禁止资助无证学生的法律等等 但反对的一方认为 因此改变州法和联邦法 把税金用来奖励非法入境者的做法 是错误的 来自四川的无证学生 刘彼得表示 刘彼得参加无证移民的集会 呼吁奥巴马政府 放宽保护无证学生的资格 苏亚雷斯·奥罗斯科指出 他说 新的国会正在讨论 推翻暂缓递解 又年非法入境学生的政策 我们认为 这将是个非常大的错误 他指出 美国为无证学生提供了 初级和中级教育 现在他们要进入科技和其他专业 都是美国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 苏亚雷斯·奥罗斯科举出 这个研究报告的惊人发现 他说 三分之一的无证学生专攻和干细胞 相关的领域、工程、科技和数学 打破了人们对无证学生的一些可读印象 苏亚雷斯·奥罗斯科还指出 他说 接受报告调查的年轻人 超过90%希望成为美国公民 我们在他们的教育上投资 现在他们希望回馈给我们 洛杉矶加州大学政治和电脑专业的学生 莫拉密也是暂缓地界出境政策的受益者 他在一个捍卫这项政策的机会上表示 他说 在美国收益于这个政策的许多学生都非常努力 追求学位和梦想 将来希望能为美国出力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